接種我們請高金樹美委員 謝謝主席 在立法院那麼久的時間 我在這個地方 我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我要譴責行政院和內政部 你們對於這麼重要的法案 然後就把它草草的推出來 我還記得當時在這個地方 我們耗時了兩年多的時間 擬定了全國國土計畫法 而行政院在107年的4月27號合定 內政部也在107年的4月30號公告 那麼109年的2月20號 也就是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們的行政院 他以地方國土計畫 規劃時間不足為由 而夾帶了第15條 我們認為最大的爭議 就是經行政院核定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的需要 得事實檢討變更國土計畫的規定 不受五年通盤檢討的限制 企圖要拿地方政府 還有人民來當擋箭盤 掩護中央圈地的事實 我想這個地方呢 我要給行政院還有內政部 最大的譴責 而內政部說什麼呢 國家重大建設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內政部的報告 內政部報告是說 重要的公共設施 例如廢棄物處理 能源設施 水利建設 我們大家都知道廢棄物處理 就是焚化爐 能源的設施就是太陽能 風力 水力發電 而水力設施就是蓋水庫 礦業土石農業運輸製造業 住宅觀光產業 以上就是內政部所謂的行政院 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 我想身為國土計畫法的主管機關 也就是內政部 我認為你們毫無擔當 內政部為國土計畫開了後門 我想看一下上面那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2018年3月14號 這個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人 出來開記者會 他說2020大選贏了 行政院該出來面對了 這四年來行政院從來沒有官員 出來和社會對話 所以呢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記者會 我們就非常的清楚知道 剛剛雖然柯總召在這邊跟大家說 國土計畫推出來 其實是已經是跟環保團體啊大社會 已經有了公共識 以及我們的對話是 非常的通暢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所以呢身為一個在立法院 這麼久時間的立委來說 尤其國土計畫法 我也是裡面的一個委員 就在這個地方 歷時了這麼長的時間 好不容易推動 我覺得在這裡要譴責一下 雖然我們今天的決議是說 下禮拜三才要逐條來討論 對於最有爭議的十五條 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邊譴責齁 來繼續我要針對 我們對於這些 國土計畫開後門 可是對於原住民保留地 現在我們有土地的一些問題 內政部你們卻不處理 我們請部長還有原民會的副主委 部長齁 部長我不知道你去過原住民的部落沒有 那你我也不曉得你了不了解原住民的 違建的問題 我現在告訴你幾個狀況齁 原住民部落 建地不足 違建林立 這個是既存的事實 可是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內政部主管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條例規則齁 那建地不足還有違建林立的根本原因 是什麼呢 我來說明一下 早期的區域計畫法 也就是分區的劃設 不實在 明明是既有的部落 但是並沒有規劃為鄉村區 所以造成了原住民地區地幕的不符 現在不管房子我們怎麼蓋 全部都是違建 包括鄉公所包括議會 包括我們的學校 其實非常多都是違建 那這些當初我們在制定國土計畫法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求要納入原基法的規範重新檢討了 好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地用的問題 這個地用的問題呢 非都市土地使用的管制規則的第九條規定 品種的建築用地 它的建幣率百分之四十 它的容積率要百分之一百二十 品種建地是一般部落合法建築用地的土地使用的類別 然而自從有土地法規以來 不管土地是山坡地還是平地都是一套標準 所以呢我們大家想像一下 山區的原住民地區跟平地的蓋房子是一套法律 我認為這非常的不合理 過去我們原民會 也一直跟內政部來反應這個問題 但是好長一段時間 內政部你們從來不想要處理 而這次你們為了一個張景深提出的這些要求 你們提出的國土計畫法 我想問一下山區部落需要蓋高樓大廈嗎 不需要那原住民的土地的使用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在這裡跟部長說明一下 我們需要的是高建幣率還有低容積率 也就是說在部落的房子我們不需要蓋高樓大廈 但是我們的土地的使用的面具必須要掛 部長針對我現在跟你提出這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承諾我的部落的族人 你們在一個月之內可以提出修正的方向 這一部分我想 我先請那個署長來跟委員來做個報告說明 事實上他也有一些規劃在裡面 好 謝謝 感謝委員 因為在這一次的國土計畫裡面 我們已經給這個各縣市政府 就原住民地區 他已經容許作為化社鄉村區 就他目前所化社鄉村 我知道啦署長 署長這個在國土計畫法裡面就是 我在這邊硬要放進去的 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你們所謂的地用的問題 也就是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第九條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後續的國土工農分區裡面的管制 事項是允許原住民地區 他可以自己定管制規則 所以在這一點我們是在後續的部分 我們自己也因為我們自己有做過 這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案例 我想請問一下 你的這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 第九條的規定 品種建築用地 建範率40% 融資率120% 你能不能就在這邊修訂就好了呢 這個不是法律 這是裡面的內規而已 因為我的國土計畫 我的國土計畫跟工人分區是在他之上 當然由這邊來訂定的話 後續他不一定要受那一個的管制 署長我跟您說啦 我們剛剛講這個建築分區劃設 這個部分已經有了嘛 在國土計畫裡面有了嘛 但是他接下來要有功能分區 那功能分區裡面 我們允許他制定管制規則 那你認為這個制定管制規則 跟你所謂的修第九條的規定 哪一個比較快速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他是架構在區域計畫 未來國土計畫實施以後 區域計畫那一套是不見了 他就會取代了 所以我們讓原住民地區 他可以就自己的範圍內 去制定管制規則 好 謝謝 請問一下原民會 這個副主委或者是杜章處長 你們來回答剛剛署長 如果署長剛剛這樣回答 是不是能夠來應應我們部落的需求 委員好 委員好 因為委員剛剛對於原住民的住宅 或地用的這個問題 分析確實是我們原住民委員會所很贊同 那目前也有兩套的方式 一個就是針對這些個別的縣市 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是跟這個內政部有充分的合作 來這個盡量在 我們有修改一些相關的一些限制 他的就是 副主委你可能要講快一點 還是我們請杜章處長來說明 另外就是我想最最重要就是 我們推了這個北泰亞的這個原住民 我知道那個特地計畫區也是我要求內政部要做的 對 所以因為是整體不能個別去解決 所以用這個方法作為一個示範區 所以現在 現在只是示範區嘛 那要怎麼推到下去 我想這是55個原鄉最想要關切的問題 剛剛署長這樣的回應 我不知道原民會你同不同意 請杜章處長來 杜章處長剛剛署長這樣講的 您聽清楚了吧 那個委員講的這個高鑑壁力跟低容拘義 對 是會裡面在長期的協調過程中 一直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制度能夠產生 是 那現在其實因為現在委員講 其實要在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我們要跟內政部合定 國土計畫法底下有有條明確的規定 我們要他要會同我們一起來定這個原住民的土地使用管制 那什麼時候可以弄好 我們現在其實草案已經在進行了 那我們還要跟他們做整合 那委員這個指示 我相信我們在未來的這個 正式的條文裡面會把他想法 好 部長 部長 我可不可以你聽到了齁 剛剛委員講的很多東西其實 在這次國土計畫也是我們希望透過國土計畫去解決 剛剛委員講的那些建物不合法 對 國土計畫法我剛剛講過了 不好意思 處長齁 107年4月30號就公告了 現在是幾年了 將近兩年的時間你們一直都還沒有做好 所以部長 請你在這邊可以承諾我 一個月之內要求你的營建署跟原民會 趕快制定出符合55個原鄉的所謂的 我請他們回去趕快來處理 一個月之內 好嗎 一個月之內 我看他們的時間 因為委員一定要我一個月之內 我要看你們一個月之內 所以他們到底跟原民會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做不到 到時候我規定的反而又是 部長 國土計畫法已經修訂了兩年多了 一個月足足夠了 所以我請他們要盡快 如果快的話 搞不好不要一個月也可以啊 好 署長一個月之內 我都請他們盡快盡快好不好 署長一個月之內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啦 我們會加速啦 不過就是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過程當中 比較擔心的是各個部落的屬性不一樣 我可不可以用一套管子 很抱歉 這樣子好了 這樣好了好不好 我也給你們規範 一個半月提出來 好謝謝 好謝謝我們高經委員 接著我們請 范園 范委員